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军防线 猛打猛攻 不断扩张战果 配合主力部队全坚敌人 要达成这样的作战目标 关键是穿插部队要能坚决插进去 打得很 打痛敌人 这次作战发起时 我军在东西两线 军使用了精锐穿插部队 其中 东线广州军区部队四个师 西线昆明军区部队三个团 主要采取装甲兵和摩托化步兵相结合 伏部步兵配处罗马分队两种方式 向敌人战役后方实施深远穿插 最远90公里 最近33公里 当时我军的建设还比较落后 缺乏部兵战车 武装直升机等现代化运的工具 后勤运输也很原始 在越北边境 这样到处是高山密林 河西公古的地形上行军作战 加上对敌情 民情都很陌生 因此遇到了很大困难 首先就是后勤上的困难 走公路进行穿插的部队还好说 汽车可以跟进保障 但有些部队需要从崎岖山地中打穿插 穿连过剑 车辆无法跟进 只能服务并携带罗马进行后勤保障 然而穿插任务区深入敌后 随时要进行作战 兵力有限 不能浪费 要是用步兵来压运罗马 就会不必要地降低部队战斗力 因此 部队便采取传统的保障方式 动员大量民工跟随部队前进 负责运输弹药物资的任务 在1979年的队运作为反击战中 广西 云南战区 动员了大量民兵 民工参战之前 总数达到70多万人 其中 民兵20余万 民工50余万 民兵是军事化组织 一般协助大军担任警戒 侦察 支援 后勤等任务 一定条件下 也可独立作战 民工则属于临时招募 以现相为大的单位进行代编队 主要担负随军运输任务 如东县第41军121师 徒步向高平敌后穿插 组织了4000多民工随行保障 第42军126师 配属坦克向东西穿插 也组织了2200多民工跟进保障等 民工队伍的特点是组织比较松散 互相之间不熟悉 缺乏训练 没有预敌能力 一旦遇到战斗就很麻烦 轻则惊慌失措 重则瞬间溃散 像121师穿插敌后的过程中 民工队伍就多次遭到越军袭击 溃散严重 伤亡较大 最后跟随部队穿插到位的 只剩下出发时的十分之一 更加令部队感到担心后怕的 就是越军特攻混进民工队伍搞破坏 在作战期间 越军出动了大量特攻人员 伪装成平民渗入我军战线后方 甚至直接混进我民工队中 寻找时机制造破坏 造成了很大麻烦 越军特攻通常使用的手段是 暗杀民工和我落单官兵 杀害和抛弃我军伤员 突然在队伍中开枪投弹 在航军途中大喊大叫暴露目标 威胁控制民工队使其调队等 由于这些特攻的起貌 特征与我方民工比较相似 要及时将其辨认出来较为困难 特别是紧张的穿插行军之余 就很容易被其破坏企图得逞 在屡遭袭击受损的情况下 穿插部队不得不严格对随军民工队进行清查 除了挨个盘问来例外 一个队伍的人还要互相进行证明 身上没有民工牌的 说不清自己所属单位的 说不清来自哪里的 甚至汉语都说不利落的 都过不了关 要被集中起来勘压 这集中就查出来不少混进来的阅军特工 有的进行反抗 被战士当场击毙 部队担心这些特工被压着走 还不老实 任务紧急 不能进行一般处置 于是下令一有一动便就地解决 还有些既证明不了是敌人 也证明不了是自己人的 只好也捆上压着走 这些人牢骚满腹 哭哭叫叫 让部队官兵也无可奈何 直到后来条件允许了 由后方来车将这些民工接走 才算了事 多年以后 有一些参战老兵对此还心 有余计 感叹说 不怕打仗就怕粤军特工混进来搞破坏 为啥 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呢 打错了怎么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